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天 今天會講一講表酷的分類 對,因為之前有看到應該看過這支錶了 然後就買了這條皮帶 然後就對,剛剛淘寶那個買了 然後就到了,然後我去拿了 另外反正現在淘寶上面買東西的話都會送 反正就是這種,這種叫什麼工具吧 反正都挺多,而且這種錶針,錶耳針真的很多 像我買錶扣什麼的,你看就很多 然後就今天順便講一講那個表酷的分類 那表酷的分類我們先講一講吧 第一個這種,真扣 那真扣的話反正這種就是兩邊的嘛 兩邊的話,然後要嘛就是,要嘛就只有單邊的這樣子 就直接卡到這,然後沒有這一節的 那這個就款式的問題 另外有一個什麼問題了 你看這個其實,我拿一個另外一支錶 你看,那像有些就另外一種這種折疊扣 那折疊扣是怎麼樣,就這樣這麼一把對吧 那很多時候是怎麼樣 我一下的時候對吧 然後這邊的話,就變成說有一個那個什麼這種錶帶 這種叫什麼,錶扣嗎也是叫什麼 這個我反正我不要叫什麼 反正這個東西,這個地方就自動卡 那像這種的話,我是故意剪掉的 你看,我這塊我故意剪掉 為什麼,因為這邊一疊上去,然後就擋住 你們應該能想像,想像的出來吧 我覺得,對 那這種叫什麼,折疊扣 那折疊扣,然後再下來了 還有一種第三種叫,蝴蝶扣 蝴蝶扣的話是這樣子 這個 這樣子反正就左右開啊 這種叫蝴蝶扣 那蝴蝶扣,然後這個東西叫什麼 雙,雙按 反正我淘寶上面看是這樣子說 雙按的話反正就這樣子 你按的時候反正就是會左右開 反正按的時候它會開 那像有些不同的錶扣的話 反正也會像這個扣這樣子打開 只是說它是按一下 然後就這樣子開 就有個這邊就雙按 那折疊扣怎麼樣呢 你現在這麼我我直接把新的這個吧 因為我買了個新的 剛好就把這個新的給換上去啊 就順便剛好就順便講一講這樣子 我覺得反正這樣子會比較 你看又送了一隻 你看這裡這個東西就 我現在都快五隻了 這個東西已經送了送了送了好幾隻了 然後還有然後我就對 有點醉這樣子 我來了 看一下 ok 然後你看這裡還有兩隻啊 等會我再收吧 對 對 夏天有點熱 然後就對 焊出的比較多 這個 然後反正 這個東西反正就還是很 不太好拿 因為 ok 好行 放一邊去啊 等會再那個 然後 表標準啊 對看到 18的 然後這個你看到哇 非常的光亮啊 懂吧 然後就這樣子 其實你現在能看得到 我直接開吧啊 反正這個 也是淘寶上面買的哈 反正現在淘寶買的太方便了 這個就交代啊 反正就完全防塵了 其實這種包裝還挺好的 然後你看到其實是這樣子 這個反正就這樣子開啊 這樣子按按這個位置啊 為什麼呢 你看這個地方其實 像我這次會比較明顯 你看其實是怎麼樣 就是我這麼一陣進去的時候 你看 其實是有點錯位的 看到嗎 錯位 就是他不是完全同一個曲率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東西的話 呃怎麼講呢 他是這裡加這個扣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小方形 對吧 能看到吧 然後寫這個小方形 我這樣子按進去 但按進去的時候 你這麼按的時候 對吧 他會卡 為什麼因為他錯位的這個東西 所以說我需要按這個地方 這個我現在實質的這個按下去 然後 然後錯位為什麼 他是有一個韧性 你把那個韧性往那邊掰 然後他就剛好這樣子卡進去了 能懂吧 就這樣子一個情況 呃 那像那個什麼 就是像那個呃 其他的那蝴蝶扣就更簡單了 就這兩個地方 然後就那個 然後就看有沒有彈 會不會彈 那這樣子一按 然後就他會不會彈看哪個地方呢 嗯 照我來說的話應該是看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應該他是 有點往上 哦就這個現在我拿一下就這個 應該是正常就是說這個地方 如果他往上白一點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材料韧性 也就是說靠材料那韧性 然後一一按 然後直接就這個東西有一個韧性 然後把它彈開 我估計是這樣子啊 我不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對的 但是我照照這樣看結構的話 應該是這個地方啊 那這個就是一個怎麼講呢 呃呃 蝴蝶扣 然後一個針扣 還有那個折疊扣 那針扣反正就是說 兩邊的 單邊的 然後剩下就款式的問題 然後尺寸那些我上一個講過 我就不再講了 然後折疊扣就這樣子 反正就是折疊扣的話幾乎就是 我你現在看我這麼 我這麼一按子 反正按都這麼按 但你看我掰 我現在是這麼掰 那到皮帶的時候呗 反正上代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用什麼 最好是這種皮帶 反正就一定是這樣子 這這邊一定是有這個這個什麼 固定的一個一個帶 然後一掰反正就直接掰 反正它這個是比較純粹 這個行為上面它比較純粹 那這麼一按 行為上很純粹 那有些比較就是說 相對講喜歡機械的結構感更強 那肯定蝴蝶扣 這樣子一按啊 這樣開 反正看你打開方式 你喜歡哪一種呢 反正折疊扣蝴蝶扣兩種打開方式 然後基本上開關的話 這種是直接按的啊 然後反正就蝴蝶扣 我好像沒見過有直接按的 只有折疊扣有啊 那蝴蝶扣幾乎肯定就雙按 然後就看會不會那個什麼自動自動彈 或者會 就是會不會這樣子自動彈 但是你說我你看我現在自動彈的時候 對吧 好像會這樣啊 好像整個彈很開始吧 但其實不一定 其實這現實情況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我現在把這樣子套上去對吧 因為這個皮帶比較薄啊 然後我暫時反正就先用著 反正你看也是不對位的啊 可能這個你看 嗯反正就是不對位啊 然後我先一按 哎你看 對其實就看那麼一點 就是說你拔就好拔一點而已 呃影響不會很大 然後這裡你看就會我 我平常一拉的時候就沒注意到 就這樣子 那所以說折疊扣可能會這樣 這樣子的袋子會比較好用一點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使用方式的一個問題 你就我覺得折疊控那配這種袋子會好用 那就所以我現在就弄了一條就是 那有些袋子會怎麼樣的就是 那我先打開這個 然後走會換袋子的時候就換這個表帶 我會加速啊 呃你看這個反正就它是正常是反正就是哎 我看一下怎麼打開哎 應該反正都是這樣子 這樣啊反正就這樣子一條帶 各位買那個有兩個這樣子小點點的啊 反正挺好看的 呃反正打開的話就 呃反正都可以了 反正我通常是把這邊給拔了 反正都是兩個正常都兩個 我是把那個給拔了 我通常就這樣子很暴力 然後把它拔掉啊 然後就幾乎就這樣子啊 對對對然後就這樣 你看反正我就通常就這樣子拔掉啊 然後方便去這樣子亮一邊 然後你看有些套特別短這樣子 然後有些會比較長啊 就反正就有些套會一邊比較長一邊比較短 那我給你對一下位啊這樣子整條 那你看這條啊 我即是按平了他比較長啊 反正有這種情況的出現啊 但還好啊那幾乎就這樣子 那表扣反正就是今天講的折疊扣 蝴蝶扣 然後真扣 然後折疊扣的話就是 呃幾乎就雙按或者沒有 或者就直接直接直接按的 呃蝴蝶扣 反正都是雙按 要么就自動彈 要么就不會自動彈 對大概就這樣子啊 反正就差不多這些 然後剩下的呃 呃我會那個換下表帶 反正就其他表我先收一下 然後我開加速對 然後看你們 看你們想不想說 看到最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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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換完了 然後看一看這個感覺 然後就這麼樣 然後平常就幾乎就這樣子 一代 啊 我裝反了 裝反了 裝反了 好跳過一下 然後都會再回來 好的好的 好的不好意思啊 回來了啊 搞定 然後就這樣子 通常我自己手腕的話 是那個16.5的厘米左右啊 反而我腕周 那通常我是扣到第三格 反而大部分表 那這條反而是呃 短就是單邊 長短表對比比較大一條表帶 那我可能我要試一下 那我通常就這麼大 我是右手帶的啊 那以然後我現在是試一下這樣 穿過這 然後試一下 然後我通常按這個位置 對 還可以放整個 還行 感覺還還可以啊 好 要試一下 嗯 行 那一個 今天視頻就到這裡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你的想法 可以下面留言給我 那就謝謝大家